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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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來了, 這裡超級無敵多人 因為海盜主題樂園很受小朋友歡迎 門口的商店 儘管可以買一套海盜衣服 穿進來, 合題地玩 這是鬼屋, 暫時不玩 因為你看, 多人島 現在這個位置是一個迷宮的東西 剛剛新開, 而且很好玩 好, 進來這裡了 迷宮的開始有三個進口 誰好, 這裡沒什麼人 他說這個迷宮一直到達… 你看, 有個小門 是不是應該這樣穿出去, 看那些人 先嘗嘗這邊… 是不是這裡?是這裡, 正好 很厲害, 我一出來了 接著我們去了海盜的墳墻 我們要嚴肅、莊重點這裡 有個蜂蜗骨頭, 我好害怕 走了… 走完迷宮可以掘金 這個玩意, 一定是所有小朋友 最喜歡做的 這塊地上有很多沙 裡面有很多金 小朋友每個人拿著橙在這裡找金 找完金之後, 當然有獎品 我來看一看, 看一看 小朋友會在這裡排隊 讓這裡的工作人員看看 究竟那些金是真的還是假的 但是這塊金會由誰付錢的呢 當然是你爸爸媽媽 給他金, 爸爸就要用信用卡 換一塊獎牌給他 每人三十元左右, 這塊錢 刮…你們能否刮到呢? 其實小朋友在這裡探索石頭 如果其中一塊石頭裡面 有閃閃亮的金粉在這裡 你就可以去那裡花你爸爸媽媽的錢 其實在挪威我覺得挺安全的 因為這裡真的吃得太多小朋友 我兒子負責看著兩位小朋友 我就可以很輕鬆自在地 自己在這裡慢慢拍攝, 看看周圍有什麼玩 剛才我們去完Pirate那邊的主題後 走到旁邊有很多扔娃娃的遊戲 當然每一個扔娃娃的遊戲 都是要另外收費的 價錢大概30至50元不等 現在好像看到他們在那邊扔東西 看看他們扔什麼 在這裡玩攤位, 基本上很容易贏到獎品 但巧妙就是需要帶人幫你玩這件事 在海盜樂園有一個非常神聖的房間 就是這個奶嘴墳墓 好, 原來這裡有很多小朋友戒奶嘴之後 扔的奶嘴也是扔在這裡的 你看看, 這裡 帶大家參觀一下 今晚我會睡的一個 海盜主題的酒店房間 快點過來 它不是很光亮的 因為說明是海盜, 所以很黑暗的 首先當然要睡著爸爸媽媽的房間 是不是很高興呢? 完全是海盜睡的地方就是這樣 小朋友也有房間 碌架床, 簡簡單單 但起碼有三間房間 不用跟他們黏在一起 接著就有這個廁所 廁所對我來說很重要 因為我一定要乾淨和大 你看看多大一間 其實這間酒店最棒的是什麼呢? 就是這裡整條村子 都是用海盜做主題的 它有很多不同的海盜的東西 玩、遊戲等等 我們待會下去樓下參觀一下 因為我當然要洗澡了, 玩了整天 這間在正海盜樂園旁邊的 海盜主題酒店 在2017年的時候 被旅遊網站選為 全世界最好的家庭酒店第六位 這間酒店總共有171間房間 全部都是海盜的主題 而這裡周圍都有不同時段的活動 每晚還有海盜表演真人表演 很熱鬧, 真是吸引到很多人來住 他們生氣已經下去玩了 小朋友 稍後那裡有個海盜船給你去玩 不如你們先走過去吧 接著我再下來, 好嗎? 你們走, 那裡而已… 其實這裡整個地方 他們都可以任意自己走 因為很多小朋友都是這樣 那裡有一個海盜船 讓他們爬爬爬爬爬 然後好像每半小時就有一個表演 我想差不多時間了, 走吧 如果大家都想在這間酒店住一晚 價錢是因季節而定的 我就大概六月底的時間去 那時候就是他們的高級季 所以都要差不多四千多元港幣一晚 貴就貴了一點 不過這裡真的有很多東西玩的 就算全日留在酒店也不會悶 建議大家記住要預早上網預訂 因為全年都很爆炸 現在我們就上去他的拆船 很害怕 我覺得看見他的樣子也害怕 有很多小朋友都會喜歡去另一格 但我就選了這格 因為我覺得他的樣子比較恐怖 這也是一格好駛的, 這是一個 就是一個環迴一周的海盜船游 有很多人在排隊 待會兒會去到那邊 看看這兩塊船怎樣對決 這兩個人是酒店房的 我們要這樣撐下來, 全都撐下來 好, 走 好, 晚安 大家看到了 現在這兩艘船在打架 其實每半小時就有這種表演出現 住在這裡的小朋友 全部都可以走出來看表演 好, 這件事很認真的 因為這裡所有演員 全部都是受過專業訓練的, 你看 他很認真 雖然表演的過程都是用挪威文 沒錯, 是一種字都不會聽得懂 但是演員的表演和歌 大概都會明白他們在做什麼 短短十分鐘的船程 帶你圍著酒店和樂園兜一個圈 這麼近距離接觸到海盜演員 小朋友也非常喜歡 教大家挪威文 這句字就是海盜學院 其實在這酒店每晚的七點 都會有一堆海盜 在這裡教住客如何成為一個海盜 這裡會有一個表演 然後這裡有一些訓練 如何去做一個很厲害的海盜 現在看他們自己在這裡玩玩吧 這個海盜船就是這間酒店裡 其中一個設施 基本上扔你的小朋友在裡面 起碼可以玩足三小時 一邊下面好像一個迷宮 然後有很多海盜主題的東西 讓他們去玩捉迷藏 然後偶爾這裡就有些表演 聽著看著時間秒就知道有什麼發生 讓我進去找他們 這個樂園總面積有150英帽那麼大 除了海盜樂園之外 其實還有四個遊玩景點 包括水上樂園和動物園 所以建議大家來這裡 記得要住在旁邊的酒店 那你才可以一次過玩在這裡的所有東西 接著帶大家回到首都奧斯陸 嘗一杯世界級咖啡 這間咖啡店的咖啡師 是世界咖啡師冠軍 以及世界杯測大賽冠軍 就算不喜歡喝咖啡的 也要來這裡朝聖一下 通常咖啡店會有很多蛋糕、甜品 或者其他不同類型的飲品 但是這裡只會有咖啡購買 可想而知 他們對咖啡的認真度是多麼高 好, 我們要點咖啡 這間咖啡店 是拿了全世界最厲害、最美味的咖啡 那個咖啡師, 好, 走吧 這間咖啡店很小的 位置大家一眼看 所以人們慢慢喝一杯咖啡 然後聊聊天 很簡單, 沒有東西吃 然後就走了 兩杯很美麗的咖啡就在我面前 大家剛才看到這裡的咖啡師 沖咖啡的時候 我覺得它很有型 雖然這間咖啡店裡 全部都是全女班 但我覺得他們沖咖啡時的感覺 就像一位咖啡廳 好像對自己的飲品愛上那樣 怎麼可以拿到全世界最厲害的 就是咖啡師的榮譽 嘗嘗咖啡, 挺好喝 謝謝 試試看 好香 好嗦 其實剛剛我看到的咖啡豆 每一包都寫在Olso裡 這個咖啡店除了好美之外 也有很多不同的咖啡用品賣 譬如有咖啡番茄 他們用剩餘的咖啡番茄 還有磨咖啡咖啡的咖啡番茄 但我想說 其實真的有很多咖啡的咖啡番茄 這些東西是不便宜的 然後有些很漂亮的咖啡杯 有不同的咖啡機等等 最棒的當然是咖啡豆 挪威比想像中大 要玩完整個挪威 其實真的要花很多時間 這次《潮甚摩》的挪威篇 只有兩集, 玩完首都 讓我帶大家去西南部 出名的旅遊景點 斯塔萬格玩一下, 走一下吧 進來這個博物館的工場裡 其實不是很大間 但是大家會看到以前的年代 怎樣去做沙甸魚的罐頭 有煮魚, 放魚進去罐頭裡 再加盛製和消毒等等 都一目了然 而且有很多不同的活動 可以讓小朋友嘗試玩 讓我現在到處參觀一下 好, 其實做沙甸魚罐頭的步驟 不是那麼複雜 首先, 漁夫撈起魚在海上 就會放進桶裡 用鹽水來大概浸泡五至十分鐘 讓它帶出一些鹹味的味道 然後工人就會用魚放在這個位置 做一個串燒的工序 其實這個串燒的工序 不是那麼容易的 你看到每一條魚 它要將它很殘陰地穿過眼睛 接著每一個距離 要一個深的位置 就像現在這樣 好, 到了十九世紀 他們想了一個方法 怎樣可以令這個串燒魚的工序 快一點點 就是變成這個機器 剛才我們是人手逐條逐條 用一個手指公位分隔 這裡就不用了 有一個簡單的模型 有一個模型 你一條一條放進去, 看到嗎? 但用了這個方法 它就可以很準確地計算 每一串都是一個手指公的位置 它就是這裡的第三代傳人 所以它很知道怎樣燒才是最好吃 現在剛拿出來的魚 很鮮明和很厲害的煙味道, 嘗嘗 我喜歡煙燴的味道, 我喜歡 很棒 我經常說這是一個產品 它溶化了世界 約一百年、一百年、一百年 這是一由紐約最大的產品 一百年前 一百年前是最有名 在挪威可以出口的食物 我真的明白為什麼 因為真的很好吃, 很好 這個工場可以這麼棒 因為你參觀完之後 就可以來到這裡試試 這裡的沙甸魚 是怎樣用最傳統的方法去煮出來 這裡有這麼多童工 我不是童工 這個博物館有些很好玩的東西 就是讓小朋友有手機的經驗 有些人, 感受當年人們怎樣用人手進罐 當然這些魚是假的 現在用膠魚很容易 但以前沙甸魚不是條條的大小 他們要很準確地計算好重量 進罐頭, 還要用人手做, 其實很難 剛才我聽這裡的負責人說 原來現在這個工序 就是整個做沙甸魚罐頭過程中 唯一一個工序仍然是用人手做 因為它還未能研發到一些機器 是可以這麼準確地 又不會弄爛軟地 可以放進一個罐子裡 好, 差不多到最後的工序 就是把罐頭消毒 令它沒有菌裡面可以放久一點 就是一般的罐頭也要做的程序 以前是用這個機器去做的 水溫的熱度要調得很適合 才可以完全殺死細菌 而且不會影響裡面的肉質和味道 那個負責人跟我說 他曾經試過最長的罐頭 是一罐六十多年的沙甸魚 吃起來的感覺更好吃 味道好像更強烈 就像別人炭紅酒 或者炭威士忌這樣說 越久就越好吃 原來沙甸魚也是一樣的 這間博物館在一個舊罐頭廠裡 當年挪威一半以上的罐頭廠 都在斯塔萬格這一塊 製造了很多就業機會給這裡的居民 這個博物館除了有罐頭之外 旁邊還有一個當年工人住的小屋 讓大家參觀 有時間也可以去看看 很漂亮, 終於去到最後的工序 就是包裝, 大家看到這些紙 就是他們的包裝 因為沙甸魚在挪威 是非常重要的一種食物 所以他們以前有很多不同的工場 去做沙甸魚 所以有很多不同的包裝 所以做紙葉 當時也非常旺盛 接下來它在旁邊 你會開一個紙的廟師餡 所以如果看完這個節目之後 明年想來挪威的朋友 你可以先看看到時候的寺廟, 對吧 很漂亮, 你看 包裝的漂亮 這些沙甸魚罐頭 不是各種類型的 都可以在外面超級市場買到 因為有些古代的款式 只在這裡才有, 你看多漂亮 這個有一個很特別的手信 可以建議大家去買的 就是這個, 你看 這個罐頭 你可以買一個刺的罐頭 然後放你自己想要的手信 然後它就會幫你封住 你就有一個神秘的禮物 帶給香港的朋友 或者你的愛人, 或是誰也好 《斯塔萬駕》裡 有十幾個博物館 可以讓大家參觀的 我自己選了其中兩個 這個石油博物館 很清楚地告訴大家 石油是如何創造, 發現和生產的 在斯塔萬駕這裡 其中一個非常多人去的博物館 就是這個石油博物館 為什麼呢? 因為它有很多不同的玩法 原來在挪威最大的石油公司 都是在這個地方做總部 所以如果大家想知道 多點關於石油的資料、歷史等等 這個博物館就可以告訴大家 讓我看看有什麼玩法 這個不是UFO, 樣子是否像飛碟一樣 其實就是當工作人員 出國轉油台的時候 轉油、工作的時候突然之間著火 他們就會躲在他們的箱子裡 比較安全 這其中一件很重要的機器 叫做Subsi Helicopter 用來做什麼? 其實是用來維修作用的 到水底裡, 譬如他們的油管 是用來維修作用來維修作用來維修 所以他們可以在水底裡做到這個工作 很厲害 可以坐到兩個人, 我剛才看過 對, 兩個人的 是1970多年的發明, 多厲害 另一件很重要的機器 就是他們叫做一部升降機 由在水面帶這些潛水源 到水底工作 他們就是坐著升降機 後來, 進去 這部升降機 最多只能坐到兩個人 每次在下班的工作台工作 每次只能做14天 因為水壓會令他們很辛苦 所以工作的規定就是 你在水底只能做14天工 這就是工作人員的安全衣 你可以很歡迎地試穿 然後拍照 很重, 真的一件有成幾磅 十磅也有, 很重 怎麼穿上去呢?試試 你看, 衣架 有見過這麼大的衣架嗎? 很重 穿完這套, 我好像做了運動 為了安全起見, 雖然這套很重 但是當你做一個轉油的專業人員 這套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可以保護你的安全 但是要穿上去, 看看 很熱, 而且真是 整個海洋這麼大, 究竟如何找油呢? 原來專家是憑聲音找油的 這就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方法 他們叫做空槍 他們會將空槍彈到水底上 然後噴上來, 有一個聲音 如果有那個聲音 就估計到那個位置可能會油 以前還沒有這個機器之前 他們是用炸藥的 但因為炸藥 就會影響太多海洋生物 所以就變成這個東西了 我按一次給大家聽聽 究竟那個聲音是怎樣的 就是這個聲音 他們憑著這些聲音 就會估計到那個位置 哪裡會有石油 好, 這裡有些實體活動 譬如這張椅子 你可以坐在這裡 按著按鈕 看看他們怎樣做轉油的工程 看看 挺厲害的 是一個很複雜的工作 真是很尊敬 好, 參觀完這個廟室之後 我已經完全理解到怎樣去做轉油工作 所以我決定潮汕不做了 因為這個賺到的錢會多很多 我現在去轉油吧 叫我Christy油油 Savanger這裡 星期天很多店舖都不開 所以建議大家如果想來這裡逛街購物 如果想來這裡逛街購物 就不要星期天來 咖啡店開, 這些雪糕店都開 但價錢真的不便宜 所以如果想省著去挪威的話 記得去超級市場買好所有食物 甚至乎放些三文字出去 買些雪糕在家裡吃等等 不過這裡真的很漂亮, 很舒服 好像有小孩的地方 讓小朋友滑滑 如果你真的想很安靜 過幾個小時 小朋友滑滑吃雪糕也沒問題 挪威玩完了, 有點捨不得了 差不多到尾聲了 挪威對我的印象是怎樣呢? 挪威的東西很貴 不過雖然貴, 但東西很有質素 看你怎麼看 最值得讚的就是挪威人 真的值得讚的 為什麼呢?在街上, 問路 然後那些人簡直帶我們去那裡 所以我覺得挪威人 真的非常真心地好 這裡所有東西都很綺麗, 很乾淨 完全我們真的要值得學習一下 還有挪威我都會回來玩, 很棒 新的了解